阿姨 早安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睡得还不错 咳嗽和咳痰其实有没有好一点 今天感觉没有那么厉害 不过好像咳嗽还有点咳不出来的感觉 因为你肺部有发炎情况 所以痰医的分泌量会比较多 加上你之前有轻微中风 所以咳嗽的能力会比较差一点 需要有人帮你拍痰 是哦 那可是医生说这两天就要出院了 那回家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没关系 我会教你女儿怎么帮你拍痰 好的谢谢你哦 别客气 阿姨早餐几点吃 大概七点多左右 现在八点半 那可以拍痰了 因为饭前一个小时跟饭后一个小时都不能拍痰 避免造成呕吐 好那麻烦你咯 不快 首先拍痰前可以准备一些卫生纸 等一下让妈妈吐痰时可以使用 拍痰的时候需将床尾抬高约30到45公分 在家中可以使用枕头把脚垫高 并且请病人侧躺 脸朝向拍痰的人 拍痰时要取下手表手链等饰品 以免造成伤害 拍痰时守成杯状或是使用拍痰器 用手腕的力量由下往上 大概一秒两下 如果拍对了就会有拍急的空音声 每个部位拍急三到五分钟 如果病人觉得不舒服就要停下来 这边拍完了记得另外一边也要拍 好 它是整个背都要拍吗 不是哦 要避开脊椎 肾脏 腹部 肋骨 手术的地方 开刀的地方都不能拍 好 我知道了 阿姨会不舒服吗 不会哦 你尽量吸大口一点的气 把痰咳出来 可以咳在这个卫生纸上面 先请问一下什么时候拍痰比较好 还有一天要拍几次 拍痰的时间 要避免在饭前一个小时 或饭后一个小时内 拍痰的次数一天至少三到四次 阿姨 现在拍痰结束了哦 维持这个姿势 头低 脚高 好 五到十分钟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感觉舒服多了 谢谢你 不客气 对于拍痰你还有不了解的吗 没有 大致上都了解 谢谢你教我拍痰 不客气 如果有疑问都可以到户里再来找我 我先去看其他的病人 好 谢谢你哦 如果要摇取你的宗里 你什么时候摇取的 从头上都不要磨了 积似的 感谢观看